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评价 也就是习近平主席讲的 就是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何处共赢 不冲突不对抗 也是拜登总统 自己通过电话跟习主席讲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层级 应该全面的正确的贯彻 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使得中美关系能够重新回到 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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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